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取奇兵啊 取奇兵 然后这个好像是奶油蛋糕吧 他头上是拿了一个炸弹啊 我们现在每一关的话 其实都要先找到钥匙 这一波该有有些金币该吃的 我们得吃一下啊 因为这些金币的话 可以用来买道具 当然了 其实你可以重复刷关卡的 就是说这一关的话你打完 比如说的话你可以重复再打啊 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有些金币没吃到 大家不要焦急啊 好 这一波 直接这个下面应该是小土豆 还是什么 这边是这个被绑架的人员啊 咱们是救了三个 然后这一波是第一张第一关过了 然后接接下来是第一张的第二关啊 据说这个游戏好像是有几百关吧 我的天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 估计打不通吧 现在咱们能玩多少是多少 这一波啊 这个应该也是小曲奇啊 是小曲奇啊 好 这一波 上面这个奶油蛋糕举着 这个炸弹是非常有点搞笑啊 好 这边是陈老师是拿到了这个钥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啊 背景的话这个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游戏的话音效还是音乐其实做很棒 好 这波直接冲 咱们先把这个人员解救 先不要急着进去 咱们把下面这些小曲奇全部干掉 啊 有金币可以拿 好 这一波啊 金币可以拿 然后咱们再进去啊 然后是第三关啊 它每到最 每到第五关的话都是有个boss战的啊 boss战还是比较好玩的 这一波开局啊 先吃金币 然后直接好 过去 然后咱们再回来啊 再把这个小蛋糕 我先看这个应该是奶油蛋蛋糕 然后咱们把金币吃掉 这个游戏的话就是呢 呃 这一波直接抽 哇 好爽呀 这个啊 真的爽啊 真的爽啊 当然我又吃到一个能加血的啊 能加血的 好的 第四关了啊 那么它的话手指滑平就可以了 如果是那个 就是短 就是短暗的话呢 就长暗的话 长滑的话它就会那个减速啊 就有点像这个子弹时间那种赶脚啊 短暗的话就直接滑过去啊 所以说这个游戏如果玩熟练的话 会很流畅啊 很流畅 这一波 它这个小小曲奇身上有钥匙 所以说我必须拿走 然后把身材的这个曲奇兵全部干死 然后这波直接啊 好的 我们是差不多要迎来这个boss战 那么在打boss战之前的话 它还是要先打一些小关的啊 打先小关 看一下啊 好 现在金币咱们再多吃一点 因为等一下有道具的话 咱们得买一下啊 这波直接下去 哎 很好啊 这波再救一个人质啊 好 金币吃掉 这波来 赶紧走 把它撞到之后 它这个炸弹会爆炸 所以说我们不能停留在炸弹旁边啊 这边有些小土豆我就不管了 你看像这个拿钥匙的 它肯定得得把它干掉啊 因为没有钥匙我们过不了关 这波拿到钥匙之后 往上冲一波啊 冲一波 然后直接好 直接下来 好 哎呦 这波有一个这个曲奇兵啊 但是没关系 我们直接干掉 它又拯救一个人质 直接这波 我们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曲奇兵干掉 我们先 呃 买个能能就是增加血量上限吧 这个是 应该现在刚才只有六五百 现在是六百五了 这波的话 咱们即将迎来这个boss战啊 boss战好 boss战总算来了 这波先干掉这个曲奇兵 好 直接是boss的话 它有两个 一个是大曲奇 就这个大曲奇 还有一个应该是飞在空中的 好 这波直接跟他砸 不要被他撞了就行了 这波你看天上的这个像乌鸦一样的 这个也是的啊 咱们直接空中把它干掉 这波来 来 它这个快没了 再给它 咦呦 这个还能躲 它先 哎 好 直接撞死了 这波的话 咱们就算是过关了啊 那么第一张的五大关 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了 该吃的金鱼 咱们吃一下 当然它可以 这个游戏的话 是可以重复刷干卡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了啊 那么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